她在两个女人之间陷入两难境地 面对丈夫感情的背叛 她打响了婚姻保卫战 丈夫在调解现场袒露心计 夫妻俩唇枪舌战 丈夫口友怨言 妻子心怀不满 她们究竟谁是谁非 你觉得你受到了冷落 你有没有想过 她其实已经在成倍的付出了 这是站不住脚的 你这个基本逻辑是错的 如果批评子人能解决问题 那这个世界上没有感情问题 你有个特点 活在幻想当中 你当时看到她的时候 你也有幻想的 你要把婚姻看懂 这对夫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在现实和情感漩涡中挣扎的她们 该如何才能找到未来的方向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剂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女方王女士 男方肖先生 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 来的诉求是什么 就是希望双方都改变嘛 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她发现我在外面 就是出轨了 就是说我想把日子过下去 但是她心中有个坎过不去 怎么办呢 就很茫然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王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我来这里调解就是 还是想挽回这大婚姻 她在外面出轨 这个坎我过不去 之前肯定我有很多 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出轨了 你心都不回来 然后我来改变 我觉得就没意义 妻子王女士的意思很明显 处在茫然之中的 丈夫肖先生 虽然犯错后 人回归了家庭 但心并没有回来 她若是留不住心 那么挽回这段婚姻的努力 就没有任何意义 王女士和肖先生 是再婚夫妻 王女士比肖先生大五岁 三年前 两个人一见如故 很快就结婚 并有了孩子 有了孩子不久 一次偶然的机会 王女士发现了 丈夫肖先生 手机里的秘密 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我看她手机发现的 那一天刚刚好 她早上先走去店里面 她手机没拿走 然后就信息都都来了 看到她跟别人聊得暧昧 然后我就到店里 我就问她 我说你有什么 做对不起我的事 没有 她不承认 很凶 我没做对不起的事 我发誓什么什么的 就这样说 我说我既然说了 我肯定是有证据的 然后她就逼我 证据哪里呀 你证据拿过来呀 后来我把证据就给她了 给她就怪我 不该看她的手机 不该看她的隐私 没有讨论这些内容 没解释 反而开始怪你 对 开始怪我不该看她的手机 那最后呢 没有什么说法 因为我27号发现的 我28号就要出差走嘛 去出差的时候 但是我的心里那个坑 还是过不去 我就跟她俩在微信里面 我就纠结这个问题 然后她就发火了 你已经发现这个问题 你想怎么样 要么就离婚 然后问我有什么要求 然后我就把我的要求说了 她说那是不可能的 你是认真在跟她 讨论离婚的事情吗 不是认真讨论离婚 因为单身就是赌气 因为我提的条件 她不会答应 回来我打电话问她在哪里 她说我在外面做事 但是她以为我没回来 其实我就回家里了 她那天晚上就没回家 接下来她就是说的 看在老人孩子面上 凑合着过 她也跟那个女人提出说分开 但那个女人就是不愿意 因为之前 那她对那个女的 就是隐瞒了她的婚姻 她说让我给她时间 她把外面的事处理好 她不想把事绕大 然后我就给她时间 我就是说你只要能回来 我能给你时间 她答应得很好 她说可以 结果不是那么一回事 小先生 你的事情结束了吗 没结束 我现在就是那边也放不下 这边也放不下 就是处在中间位置 就是两边都 伤害人挺多的 我自己心里有点愧疚 所以是像她所讲的 你跟对方一开始 隐瞒了你的实际情况 是吗 是的 那对方是在什么情况下 知道了你的真实状况的呢 就是她回来 我就想她坦白呢 但是她不在乎 那她在乎什么 她就在乎我 她说就是想和我在一起 只要和我在一起 她什么都不在乎 就是这样的 你怎么看她说的这些话 我感觉有点假吧 所以说我也没回 你准备怎么处理 我没想好怎么处理 就是不回她信心 就是也不 就是不理她 不管是那一方也好 还是你妻子这一方也好 你这样的处理方式 你不担心会出问题吗 所以说我心里蛮矛盾的 消息上左右为难 两边都放不下 被妻子王女士发现之后 她也意识到自己犯了错 她试着和妻子重新开始 但两个人的相处 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 今年五一假期 她邀妻子王女士 带着孩子全家出门旅行 希望妻子打破僵局 我尝试着和她在一起 这次出去玩 带去上海 比如说我换的衣服 我叫她在宾馆里帮我洗一下 她是给小孩洗 她也不给我洗 这次带孩子出去玩 原本你是抱着什么想法出去的呢 我看她们就是和她好好过 但结果就是事与愿违了 感觉不是朝这方面想的 我只要一拿手机 她就心里她就说 你看又在聊天 那个女的又给发信息 这种事又来了 她又说我心里我又毛虎 又和她吵 就是这样 那还有聊天吗 我没聊天 但是那女的老是给我发信息 一天发十几个 要死要活的 我没回她信息 我没理她 但是她给我发信息 这五一天 她说带我跟孩子玩 我也是抱着一种心态 让她改变 陪她一起出去玩 我放下 我手里所有的事情 跟她一起出去 也许是个机会 对 也许是个机会 但是我去的情况下 她就说 她跟那个女的断了 不联系了 把电话号码拴了 把微信也拴了 她当着我的面也是拴了 那个女的也是 跟她发信息了 有一天在酒店里面 那个女的电话打过来了 然后她就接了 接了我跟那个女的 还说话了 她说 你不用说 让我跟她说 好 我就把电话给她 让她给她怎么说 然后那个女的就说 你不是承诺了吗 要跟我在一起的吗 然后话没说完 她把电话就挂了 我就跟她这样说的 如果你想回来 你觉得你处理不了 她这个问题 我跟你一起解决 后来我就有 那个女的 我有她的微信 有她的电话 我很想跟她打电话说 但是说实话 我还是尊重她 交给你自己处理 你有看到她 有在认真处理这个问题吗 没有 她不愿意处理 小先生 你想过去认真处理 这个问题吗 想过 就有点复杂 心里 就是想那边 想处理 但是她确实是 她是真的很爱我 我也不知道 就是是真是假 要死要活的 她把自己手 就是渴得流血 就是我看见 她把手渴成这样 就是心里还是 就是有触动的 那你呢 你说她真的很爱你 那你呢 其实我 我可能只是曾经吧 包括这次 带小孩出去 小孩喊爸爸这些 我心里还是 就是挺有感触 所以说我这次 我就想过来 先把我们两个问题 调整一下 因为我在她身上 看不到 希望 看不到希望 萧先生对妻子 王女士的不满 毫不掩饰 接下来 她甚至拿妻子 和第三方做比较 开始控诉 她对这段婚姻的失望 那么 真正有词的萧先生 她所表达的不满 是借口还是事实呢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二婚 开始前一年的时候 我确实对她很好 她就是说她要什么 我都有求必应的那种 对她生活上很照顾 比如说她哪里三病两痛 就你们去买药 但是她去医院呢 我都陪着 她要买什么 我基本上我都放下所有 我都可以陪着 那对比之下 她对你呢 就我在她身上找不到温暖 找到那种体贴 好比那些袜子 那些粒衣那些方面 我都买好多条 她就嘴巴上说 给我洗 但是有时又放在那里 就是又是要放七八天 你自己洗不了吗 就是我工作上很累嘛 一洗有时候又忘记了 就是她要我主动给她说 那就帮我洗一下 这个事我不跟你天天说 再还就是我生病 好像她在医院陪我 好像只陪了一次 我住院的时候 她也没全程 24小时陪着我 包括她后面她生小孩 我都是放下我所有 我去陪她 就是感觉 我是是感觉 我对着她感情 我付出比她多 我和外面这个她有截然不同 她可以照顾我生活 我哪里病痛呢 她里面给我买药 因为我有个脚气 她给我买药 她给我天天给我泡水 我再晚回去给我泡脚 把那个脚气差不多 我现在应该要治好了 但还有就是奶粉 她每晚她都给我 就是记得冲 那个力库那样我放在那里 她都会帮我洗 假如一回来回到她身边 我担心又会过以前的那种日子 那就没人关心我 也没人就是提醒我呢 因为我的生活 就是又会像以前那样 我也累啊 这个问题 她跟我说过很多遍 就是觉得我不够关心她 我不够爱她 你怎么想 其实啊 她对我沐满的地方 没有她说的那么多 还是有一些的 她说的那些问题 我都做了 比如说她的袜子 脉裤之类的 我都洗 但是我曾经给她说过 我说你袜子不要穿太久 不要穿得很臭 我会给你洗 如果你穿个十天半个月 太臭了 我说我又不愿意洗了 我给她提醒过 这次你们出去玩是怎么 她说那些 洗了呀 我跟她洗了呀 她不是说你不洗吗 我没洗吗 她的内部都是我洗的呀 还是带回来洗的 因为在那边我忘记了 我带着小孩 小孩我一个人带着 我孩子才一岁半 实在是有时候 本来经历很多时候 一个女人 我的记忆就很不好 你知道吗 因为我本来 她年纪就比我大 因为我当初找的时候 我找年龄大的 我就是想你来照顾 你现在你不仅不照顾 人家还在我一方的付出 我老是我在为她付出 我是可能关心她 也爱她 只是觉得我的方式不对 没有让她接受到 她比我小 我就跟她说过 我说我比你大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年纪有代高 她说这个年纪不是问题 觉得我们在一起 过日子就合适就可以 后来跟她结婚在一起之后 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很多 我比她大 但是很多方面我就注重 我就喜欢说 然后她就说 我找的是老婆 找的不是妈 你说的太多了 你管得太宽了 后来我自己慢慢地改变 如果说你换了 我洗的时候 我就给你洗了 如果说你不换 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说了 你就觉得我话多了 找的不是妈 是老婆 所以我就在改变 我自己很多方面 我就不说了 我就不说的情况下 有些事甚至我也就不做了 你知道她一直 这些不满吗 还是说今天 这些只是她的一个借口 可能也许她一直是不满意吧 因为她前面拿这个 跟和她出感情问题的那一位 做了一个对比 但是我之前 我没怀孩子之前 我一样跟原来那个一样 她说她泡脚之内的 我回家都是一样这样对待她的 只是从怀孕之后 我所有的身体 所有的变化变了 我的整个经历也就变了 生病照顾 发自我的内心 我是照顾过她的 就比如说她病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都是成年人 是吧 你瞒的时候 我可以把药冲好了 递在你手里 让你喝 但是经常久了 时间久了 我就觉得 我觉得怕她觉得我烦 又找了一个妈 你看 她想形容她对你照顾的时候 她说的是 每一次你生病 你有什么不舒服 我都买药 每一次我都尽可能地去陪你 但是我生病的时候 你就照顾了我 一天还是几天你就走了 就有一次出车祸了 因为店里很忙 头两天严重的时候 我是去陪着她的 后来没有大问题 就是去打针的时候 我就没陪她了 我就在照顾店 她跟现在那个女的 只是在热恋之中的感觉 没有回归到生活 所以我之前跟她讲热恋的时候 她也没有这种状态 也觉得是一样的 但是进入生活 油烟加速茶之后 所有的琐事来了 我就不可能说是能达到 谈恋爱的那种状态 对不对 我关心也关心 没有说是时时刻刻 点点滴滴的来关心 王女士希望丈夫肖先生 迷途知返 看清现实 她承认过去对丈夫的忽略 希望两个人能够重新开始 现在丈夫肖先生 虽然人回了家 但心却在他处 这样的状况 她是不能接受的 王女士说 夫妻俩的矛盾 从她怀孕生孩子就爆发了 那个时候肖先生还没有出现感情问题 但王女士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再生孩子到十天 就跟我闹离婚 怀孕的时候就三两个说买房子 她也答应了 她说那买房子好的 我说那行那就买吧 就买在我们县城 房子都看好了 然后定的那个开盘的时间 就是在我刚好生孩子那天 19年的10月26号 刚好也就那天我生孩子 然后房子那天也就定到26层 就把房子就定下来了 房款就交了就定下来了 那时候不是叫交首付吗 交首付我就回家坐院子 出院了 然后她就说 她要在外面去办卡 然后要交钱 我说行那就去吧 她就出门有两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电话就关机 不跟家里联系 回来的时候 我在月子十天 就跟我闹离婚 没有什么原因 她也没有说她的什么样 就是说是她出去了 完了几天 你现在怎么想 我现在就不知道 当时是什么状况 但是我就跟她脸吵 但是我心里就有一个坎儿 我本来不想买房子 就是我本来我就有一套房子 就是我婚前才什么 那你之前怎么没有拒绝呢 而是跟她还商量 买多少层啊什么什么的 但是不是交首付 但是还差一点 就是我叫她拿出来 她说她也拿不出来 那你提离婚 她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就是不想付出呢 我付出太多了 家庭 老是我一个人付出 这三年来嘛 就是用钱方面 就是她连十块钱 她都没拿出来过 一般的都是我在搞 包括买房子 包括家庭那些大小开支 包括她那边人情事故 都是我在搞 我会觉得我 就是说是 我也得不到你的体贴 得不到你的关心 就好像就我一个人在付出 这个她不是一个家庭 不是需要两个人付出吗 还反正她就是一毛不拔这种 我没有拿钱出来 我第一次离婚的时候 我是什么都没有 精神出库的 我说我现在跟着你的话 我是只有人没有钱 她说这个没问题 可以的 她说她没有 我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 是不是 我想房贷有四千多 我要负担她 我还负担小孩 全部都是我一个人承担 把我压力搞得太大了 我说我把房子卖了 她又不同意 她说 她说把房子卖了 她就说 估计把他们甩得更快 她说 我再问一下你 你现在很难放下的那个人 你在跟她接触的这个时间里 你为什么觉得 她可以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 是你想要的那种 在这我和她出去用钱 就是说我给她买一件衣服 她会想着 就是给我也买一件衣服 就是会这样 就是出去用钱 就是不是我一个人 一味地在付出 就是她也主动去付钱 就是我总感觉我很好 因为我这个人 因为我前面 都是我一味地在付出 都是我一个人在付出 所以说 斗然有一个 能改变这个方式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蛮好啊 我内心我是想要这样的 就是彼此的付出 她的意思就是说 要双饭都付钱 拿钱出来 因为她现在找那个 是在外面打工的 一个可能拿几千块钱 就是说 刚开始谈恋爱的话 可以相互付出 但是进入生活 油烟加塞茶之后 不可能说是能 达到谈恋爱的那种状态 最后一个问题 问萧先生 刚才王女士说 你现在觉得感觉很好 是因为 就像当初 你们刚认识一样 在热恋阶段 以后回归到正常的日子里 生活还是会有很多压力的 一切又会发生变化的 你怎么看她说的这个 我认可 我也知道 所以说我现在 我就给她讲过 我说和谁不是故 就是现在为那小孩 我们两个人 将要把日子过下去 但是她又不想成就 她说心里老师 又给坎妹过去 因为都是二婚 不容易 不想说是 就这么 当儿戏 婚姻不能当儿戏 王女士的这句话 既是对自己的提醒 也是对丈夫的忠告 又一次站在婚姻的 十字路口上 对于再婚的她们来说 选择进退两难 对于未来 父亲俩都有些信心不足 即使大家都想把日子 好好过下去 然而现实的相处 又让她们果足难行 她们该怎样 才能找到未来的方向呢 萧先生 你经常在说 我一个人在付出 你想过没有 你面对了生活的压力 你妻子 她一样的也在面对 她也没有退缩呀 她现在的重心 可能是从你身上 转移了一部分 她转移到哪去了 转移到了你们家庭的 新生命里面 你觉得你受到了冷落 你有没有想过 她其实已经在 成辈的付出了 她要去照顾店 要照顾你的情绪 还有一个那么小的 不能自理的孩子 需要她照顾 她是不是比三年前 面对的压力也更大了 你想你带着你的妻子 和孩子一起出游的时候 你想着妻子怎么照顾你 那你想过没有 我要怎么去帮助妻子 分担在路途中 照顾孩子的压力吗 在这个婚姻里面 你给了她一个巨大的伤害 就是你的出轨 然后你说她没有付出 她给了你一个巨大的付出 她孕育了你们 共同的孩子 所以你一定要客观一点 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压力和情绪 而去否认你对于婚姻的伤害 和她对于婚姻的付出 所以我们结婚生孩子 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 其实都知道 两个人的婚姻在什么时候 最容易出现疲倦 就是在刚刚生下孩子的那两年里面 因为你们要面对更多的 情感的一个冷落 经济的压力 而这些生活的矛盾 都会把你们曾经那种 对于对方的憧憬 对于未来幸福的渴望 一点一点消磨掉 而这种消磨 真的是需要两个人一起扶持着 互相给予对方力量 才能走下去 而不是丢掉我再来一次 你能丢掉多少次呢 如果你不成长 你不改变 你永远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 萧先生对于你自己 在婚姻当中的一些行为 其实你都说出了原因 你把这个原因归结到 你现在的妻子没有给你 你所期待的那种家庭的温暖 还有关怀 那么在我看来 你这个逻辑是错的 作为律师 首先我想从法律上告诉你 婚姻是非常严肃和神圣的 从你们两位领取结婚证开始 你们的关系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 在我们国家 现在的民法典当中 就明确地规定了 夫妻在婚姻关系当中 要做到互相忠诚 这是法定的义务 忠诚是婚姻的一个基本原则 而你却用你和你妻子在婚姻相处关系当中的一些不和谐的一些待解决的小问题 来作为你去触碰婚姻底线的行为的借口 这是站不住脚的 你这个基本逻辑是错的 你说你现在很有压力 主要表现在这个家庭经济上面的压力 我发现 还是你看待问题的角度出现了问题 从法律角度来讲 你们夫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共同经营所获得的收入 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虽然表面是由你来管钱 好像进了你个人的账户 但其实这笔钱是你们两个人共有的 你在这个问题上 你的理解就错了 认为是你个人的钱 所以你就认为 王女士对这个家庭一点付出都没有 刚刚我也了解了一下 王女士的年龄 你们现在的孩子一岁半 那么她在38岁的年龄生下了一个孩子 作为一个高龄产妇 她对这个家庭没有付出吗 我想她这样承担的风险 其实是付出很大的 那么退一步来讲 如果王女士她因为照顾孩子 她连你们共同的那个店 她都不能去看店 她都顾不上 那是不是你在养她 告诉你不是的 她照顾孩子 她做家务 这些付出都是有价值的 对于你们这个家庭来讲 都是有价值的付出 把这个误区也拎清楚 那么你看待这个问题 就不会这么纠结 所以真正的罪魁祸首在哪里 在你自己的内心 萧先生 其实我看得出来 你是不舍弃这段婚姻 但是待在这段婚姻里面 你又觉得自己很痛苦 你有赚钱的能力 我看得出来 你其实很有这个责任和担当 但是呢 你的内心始终是不够强大的 什么叫内心强大 内心强大的男人就是 因为我一定相信 通过我的努力 我能解决这个问题 定了目标 找方法 更定了目标 找借口 是两回事 人要直面自己的内心 出轨这个事 百分百是我的责任 没有任何问题 这就是作为男人要有担当 你们俩的问题在哪里 表面上 钱 袜子 生活 关怀 不 你们的感情基础出了问题 他不够爱我 他有问题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词叫 我爱你 所以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所以我爱你 当你们俩在对爱的这个 定义上出现了误解的时候 你们会把所有的问题 都归咎于对方 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 可恶的他 可怜的我 出给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把它反过来看 我们俩感情不够稳 我们俩没有好好经营 所以我们俩正好要借这个机会 来调整自己 当前的局面 它不是简单地说 我把你人拉回来就能有用的 如果批评指人能解决问题 那这个世界上没有感情问题 对不对 你做错了 你就要改 然后你又回来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 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 第一时间不是分对错 不是去批评指责任何人 而是你能够去理智地思考 这个问题到底本质在哪里 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方到底要什么 我能不能满足 如果我尽力满足不了 我觉得分开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但是一定要先自己想清楚 力量也是来自于自身 不是来自于外界 小先生 两个女人在拔河 在争夺你 流眼泪的女人 流鼻涕的孩子 你留个这么大的摊子在这里 你为什么现在纠结 你知道吗 你揣着这一颗恋爱的心 躺过了结婚的婚 麻烦你 再成熟一点 你现在根本心理年龄就没到 你要把婚姻看懂 她真的做错了什么吗 那一位会照顾你 那一位这样那样 从此你们俩 就鸳鸯细水 不一定吧 人都有缺陷 所以你发现你有个特点没有 活在幻想当中 你当时看到她的时候 你也有幻想的 火树跟她结婚 是不是 对她也很好 为什么你对她很好 因为你有幻想 知道吗 所以你觉得很为难 结果变成了一个什么 其实就是渣男 我希望你回到现实 你妻子对你真的有不好吗 人家现在虽然她的财产所谓没有公布 你要理解 为什么 她的安全感 她在你这里没有拿到定心碗 你现在在婚姻里面 当下这个阶段 你要做的事情是积累家庭的实力 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 不要搞气搞霸 动不动就去加微信 去认识这个人 那个人 做类似的事情 已经成交之后 要赶快打好基础 你现在这个年龄段 最好三十来岁 你在消耗 恢复 错过你这个人生的黄金时段 你天天讲 哎呀我好累 我在工作好累 工作的时候 不要谈累不累好不好 麻烦你谈效果 谈积累 这几年就是你干活的时候 你没有拼尽全力 真正累死累活多人 还有力气谈那 这边在家里要演戏 那边在别人面前要演戏 是不是 你没有集中全部精力 但是你无病身影 现在你是这个状态 对吧 麻烦你规划一下 不能这样玩 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对错 你知道吗 调解员胡建云 建议双方进入密室调解 密室里 一直以来想挽回婚姻的王女士 她的想法突然有了改变 就是我之前的话 我还是觉得 在身有希望的 她的心 凭她刚刚说的 根本都没有回到那个家里来 她所做的 跟她所说的 就完全不一致 我就觉得 不是我这样想的 没有一点希望 王女士态度很明确 丈夫肖先生 如果继续态度上 依旧模糊不清 这件事就没法谈下去了 她的想法就是 想让我改变了之后 她才改变 你触碰到我的最低底线 最起码第一条 你要把最低的底线 你能给我挽回 我的尊严最起码是吧 我现在想法就是说 看她想法 确定能断 断干净 那么就能有 在一起以后 就是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能生活 如果是还是这样 断断续续的 我觉得应该就是 挽回不了了 王女士说 她已经做好了 各种充分的准备 现在她也开始 经营一家门店 希望通过努力 能够自食其力 我现在自己在工作 在工作 在工作 只是说是前期的投入 还没有回报 我投入的差不多十几万 你也是在开店 对吗 对 我自己开的厂后 一个创业的过程 对 也很辛苦 对 如果是就跟她分开之后 我会一个人带着孩子 所有所有的付出 可能也许是我付出的 凡事不一样 没有得到回报 就造成这种局面 有没有一点和你自身有关 有关系 王女士承认 过去她对丈夫肖先生的忽略 也是造成目前婚姻危机的 重要原因之一 她表示 只要丈夫肖先生 能够真正知错改错 她也愿意做出调整 你觉得你在婚姻当中 有没有需要调整 有一些方面也需要调整 比如说呢 比如说她就说 我对她的关心 关爱有些方面 可能是我做的 也是不够对的 我自己也知道 可能是我怀孕这两年 也是我做的 不大胃把她推出去的 补育这个孩子才一岁多 可能是忽略了 就是夫妻关系之间的 一个磨合 那如果说肖先生 他回头的话 多关心他 让他感受到 就用他的话来说 去感受到 来自你的温柔和温暖 是这样吧 对 好 观察员李凡建议王女士 双方建立亲密关系 要从重新建立信任开始 王女士对此表示认可 密室里 肖先生对未来的生活 依旧有些信心不足 不是我想要的 不能说我接触到了一个问题 这不是我要的 我就把它给甩开 但是那个问题是你造成的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为自己的选择 你要去负责任 不是说是我有压力 而是我不喜欢这种状态 这个我感觉夫妻生活 应该是两个人 就是 就我有困难的话 他都不给我想办法 如果说你要把夫妻关系当中的 两个人 把它彻底地割裂开 这是割不开的 这就是为什么结了婚 它就是 整个的这种人生关系 财产关系都会发生变化 就是因为夫妻关系 是很特殊的关系 观察员邵家提醒肖先生 在婚姻中夫妻亲密关系的建立 要从看到彼此的付出开始 肖先生现在首先要做的 就是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 给妻子造成了伤害 只有这样才有挽回婚姻的可能 但是你不能因为一些表面的小的问题 你就去做那种实质性的错误的行为 就是我知道他付出了 为我生了小孩 这些为我 照顾家了不了 就是为照顾家 对 就是说 就是这些也是付出 是是 知道他辛苦 所以说我才对他好 这不就很好吗 这不就是互动吗 就心里 就不舒服 你就永远在这个圈子里面 就走不出来 我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家里少了一个人去创收 而且你妻子正在改变 我先不说他那个店能不能赚钱 至少人家在尝试 你要给他时间 除非就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就是你自己内心有其他的想法 你只不过为你自己的那个想法 真实的想法去找理由而已 那我们谁都帮不了你 对不对 观察员邵家建议肖先生 重建信任 要从各自的改变开始 不能看到对方的不足 看不到自身的问题 不能说他存在这个问题 他这个人就不行 这个事情就解决不了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是要看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想解决 我真的有些想法 是我个人观念 我们都看得出来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要怎么来重建这个家庭关系 因为你只有先把外面解决 然后跟他表个态 然后他这边也要进行调整 要相信你 信任你 既然选择了继续下去 就要翻篇 只有这样你们两个人才能够走下去 观察员邵家的建议 肖先生表示愿意接受 但他担心 夫妻俩今后相处又会遇到困难 对此观察员们分别和夫妻俩 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 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 这场婚姻危机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 他们能和好如初吗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密室结束回到场上 我们还是首先了解一下 两位当时各自的想法 什么决定 我们分别表达一下 我就是我这次回去 回回家庭 心也回来 心也回来 就是和那边彻底淡掉 还是想和他把日子过好 王女士 之前也有我做得不对的地方 可能我之前做的一些事 让他感受到心里没有温暖 没有关怀 就是通过这次郑文老师的指点 我以后会改变 就是经济方面 我会尽一切全力地 为这个家里付出 是我错了 我对对不起 让你放心 就是让你过得踏实 我希望我们以后还是好好过 对不起 我知道可能是我之前做得不够好 节目最后送上由豪氏提供的礼包两份 希望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甜蜜的滋味都能够更多 真情实义好生活 真材实料 好面包 感谢收看 感谢就是胡老师 感谢 就是把我们心结 就是打开了 谢谢 谢谢老师 调解最终的结果 两个人都打算摒弃前行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显然 未来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迷途知返的消息上也认识到 建立夫妻亲密关系 需要正视自身的问题 婚姻生活中 当矛盾和问题摆在面前的时候 比讨论是非对错 更有意义的是 双方都能换位思考 和互相理解 读懂对方的情感需要 重建信任 只有这样 婚姻才能重获生机